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西商人,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笔墨,还留下过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,如乔家大院,王家大院等,都是晋商所留。 晋商之所以能够兴起,还要从明朝的台中之说起,晋商在明朝时期发扬光大,山西作用无数矿产资源,本来就给山西商人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。 而因为山西地区人口密集,许多人只能以外出晋商谋生,晋商遍布全国。 晋商的风光是不少,但晋商的污点也是不少的,今天要说的,就是晋商在明末清除干的那些肮脏够大。 众所周知,天下兮兮接了力来,天下攘攘皆为力往,商人的本性就是毛曲暴力。 朱元璋时期,晋商因为资助过朱元璋,所以在明中期以后,开中之下,晋。 晋商得到了贩卖食盐的权利,朱元璋的头头暴力,换来了晋商的一时繁荣。 晋商不愧是一群商人,山西未明朝边关地区,明朝对北方的蒙古人十分谨慎,蒙古人几乎不能翻身,明朝贵族始终满持着边关地区,不给北方的蒙古人任何可乘之机,不让边境地区的商人与蒙古人互通往来。 展开全文要知道,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,来自南方的物资是非常重要的,北方气候恶劣,少数民族常年以畜牧业为主,这种经济模式最大的坏处,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其他方面的物资十分匮乏,而且北方气候条件恶劣,如果冬天再爆发一场暴风雪, 一个部落的人甚至都要全部冻死了,要知道,后今在崛起的时候,人数还是比较少的,努尔哈赤本来还只是明朝政府在北方设置的一个小小官员,虽然明朝对东北的控制力不强, 但努尔哈赤确实本不应该有反抗大明统治的实力。 努尔哈赤带领的女 真族人,在东北地区,真的除了东北地区的少部分客产以外,再没有什么资源,可以说你,如果放任他们自生自灭,他们是没有能力威胁到大明统治的。 可就在努尔哈赤需要物资的时候,正是晋商将大笔的物资送到了女真族,他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将大笔物资送过去的, 女真族人也给了他们相应的回报,可以说,交易的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后金的所有火药和大笔粮食,都是晋商提供的,曾经明朝虽然一时间无法抵挡住后金的进攻,但却保持着对后金的经济封锁,晋商帮助他们突破了大明的经济封锁,这才最终导致了后金运发强大。 当然了,帮助后金的不仅仅是晋商,还有国内的一些其他商人,但要说贡献最大者,果然还是晋商,这些商人不顾国家利益,不仅仅是后金稀缺的大量物资,连大明的各道关卡,各地地图,都摸索得一清二楚,更甚至的,连关卡的关。 原教什么都知道,商人的本性就是牟利,后金可以给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利益,他们自然也会为后金服务,待到清末时期,晋商依旧是大清的有力支持者,当初慈禧被迫西逃,正是乔家在关键时刻给了慈禧需要的大笔钱财,帮助他度过了难关。 不能说晋商做的是否是对的,毕竟站的角度不同,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,商人以牟利为主是天经地义,但是放在国家大义面前,这就有些值得思考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